而同样也是高龄长者驾驶 酿灾 今天上午台九县276公里 玉里外环道60岁的蒋姓驾驶 开车行进此处 不知何故突然失控 插撞到了停在路边的车子 由于撞击力道太大 遭撞的车子还往前移 差点波及道路的施工人员 令人捏了一把冷汗 停在路旁的这一部白色修旅车 左后方被撞凹 且往前一栋卡在 电杆与扭则西护栏之间 停在三公尺远的这一部造势轿车 车子保险杆等汽车零件 玻璃碎片散落在车祸事故现场 那台美丽状 所以它是停路边 差点撞到我们的施工人员 我们在这边工作 它是停在路边 说要跟谁聊天 前面那台黑色状的 那台什么 黑色那个送医的 三个加起来大概200岁 行进车辆不慎差状 停在路边的车 一旁道路施工人员 错不及防 差点被波及 也不禁捏了一把冷汗 而目击事故发生的民众也感到差异 这起车祸事故事 发生在台九线270公里处 玉璃外环道路上 奖姓驾驶开着这一部 盛色轿车行进该路段 不知何故 一时失神 不慎差撞到停在路边的车子 相信驾驶脸部受伤 本日上午9点40分左右 在台九线276.9公里处 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一位年约七旬的长者 驾驶自小客车 不慎撞起停于路外的 另一部自小客车 所幸驾驶均无大碍 本分局也在此呼吁 年长者应尽量由家人接送 或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另外如果有身体不适 也尽量避免驾车 保障自己以及他人的行车安全 所幸这起车祸事故 并无重大伤亡 警方也正进一步调查 厘清事故造则 也呼吁驾驶拥路人 随时注意自身身体精神状况 切勿疲劳驾驶 才能够有效避免交通意外的发生 记者是玉兰玉礼镇采访报道